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到一个隐蔽的生坛 钓一下鱼 我们现在过去准备一下 然后就开钓 就这个生坛了 也有人叫它地下河天窗 好,就在这个位置 这种地方水通往地下河的 而且水特别的深 今天用海杆来钓 今天带了两只海杆过来 然后又是蚯蚓 好,开钓 好,开钓 下居应该有 将近十几米吧 现在就等大鱼上钩了 先把钓鱼装好 好,开钓鱼装好 种了一条 直接飞上来了 鲤鱼 直接飞上来了 好,继续 来吧 把钓鱼装好 好,滑鱼装好 再用这个黄鱼装好 收拾坏 干这个干这个 小狗 轻轻上那边 然后收拾坏 配上来 在这里 要 הזven 就是 可以 goura erm 放入冰箱 中荷中荷 大荷 好大荷 现在要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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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好 我又怕短线 又不敢带太厉害 哎呀 快点 是 快点 是 太大了 操不进去 好 哇 这点好几斤重啊 哇 这一条啊 好 拿着啊 大家看一下 差一点就跑下去了 差不多有半米这么长啊 黑乎乎的 超级大货 好 要把鱼虎拿上来 不然拿下去的话怕它掉了 好 继续 不错哦 这个生堂里面挺有货的 水面这里怎么 炸开了一层泡泡 好 现在还在冒 到底什么情况呢 像这种生堂 突然玉这种 冒泡泡起来 这么大的泡泡 我还是感觉有一些害怕 一直在冒啊 像这种包包 不倒是鱼啊 还是什么情况 在这种里面 比较阴深 比较阴深 我感觉心里有一些发慌 我还是受感不掉了 现在还在冒 还是回去算了 不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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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在冒 就钓了两条鱼 一条鱼王 还有一条小鲤鱼 小鲤鱼就把它放生了 走吧 哇 下去太快了 这条应该有个六斤左右吧 大概 这条是埃及 现在赶紧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